昨日小孩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心情不好 心里堵得慌 让他投透气 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 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 这人啊 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 不是自己能决定 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 你突然想打掉孩子 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了电话吗 我妈那天在医院 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 她告诉了我妈 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 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 我跟沈喉结了婚又离了婚 她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 所以 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 那孩子的事情 你想怎么跟你妈说 我 可能会被打一顿 然后 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这样已经习惯了 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 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她最好的生活 陪着她长大 你知道吗 单亲妈妈不好做的 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别的不说 孩子是没有父亲的 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 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 光凭你一个人的爱 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 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 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 你早晚会知道 长的是磨难 短的才是人生 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 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什么办法 就是我跟你 结婚 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 都不会再是问题 你也可以告诉你妈 这个孩子是我的 陈志远 你疯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就当我有病吧 不是 为什么呢 你要钱有钱 要事业有事业 要相貌有相貌 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 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那只是一种形式 你可以当作是一种交易 交易 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 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才能正常进行吧 我在这个婚姻中 我能得到好处 那你呢 你能得到什么 好 那我就来说说 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 首先你需要婚姻 来养育这个孩子 对不对 你要给你妈 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 算是解决了你眼前 最急迫的问题 而我 我也需要婚姻 来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 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 而操心 我也可以安心地 继续做我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结婚 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你的理由 你的理由 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 你我非亲非故的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起 喂 妈 袁晓晨 我现在在车站 你立刻来接我 怎么了 我妈来了 她在车站 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 你妈现在在气头上 你还怀着孕 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 这样吧 我先让老李 接你妈去我家 为什么要去你家呀 你跟你妈现在最好 不要单独见面 有我这个外人在 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 但是我总得自己 去面对这些问题吧 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 孩子考虑 你不是过来的吗 你不是过来的吗 我怎么会认为你 我现在是在你身边的 感谢观看